3D電影 基本上它全世界都非常夯 它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它有經濟背後的因素 它不是技術本身 因為這個技術已經發展了二三十年 它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它有多跨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很多國家都希望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增加人民就業機會 人民就業機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製造 這個製造裡面以前像手機 這幾千萬支它一定會在世界工廠製造 它不會在美國或是在台灣或是歐洲這個地方製造 如果要在這些地方製造 那必須要有一個非常非常自動化的機器 那3D電影本身就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 它是一個完全自動化的機器 所以可以把一個工件完全很簡單的自動化製造出來 所以它符合這樣的一個特性 所以可以在地製造 在地製造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為只有在地製造 才可以提供在地人民就業機會 那以前我們看中東茉莉花革命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它的原因是什麼 它在地製造機會被拿走 被大陸拿走 那被大陸拿走不是手機的製造 而是以前應該在那個地方在地製造的機會 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要印明片印兩盒 是應該在大陸做比較合理 或是在當地做比較合理 大家想一想兩盒而已啊 不會在大陸做 那事實上不是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美國人的假牙 假牙這個每一個人一支都不一樣 那你就想想 這只有一支怎麼可能會在大陸做 大陸應該是做量很大 那事實上不是 40%美國人的假牙是在大陸做 那為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運輸的成本 如果比製造成本還要有優勢的時候 那它就不會在在地製造 所以在地製造的成本要下降 要不然它就會大於運輸成本 那就會到大陸做 那就不會在地製造 那3D電印剛好符合 是自動化 那它又可以在地製造 那為什麼 3D電印會被叫做第三次工業革命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自動化的生產 然後自動化生產 所以它是大量 然後每一個工件的差異性很小 所以它會在世界工廠之後 像手機幾千萬支幾億支 但是像牙齒這個東西 就應該是在地製造 那為什麼它沒有分散製造 所以3D電印它因為可以在地製造 所以可以在每一個地方個別製造 所以就變成一個分散製造 所以3D電印為什麼這麼重要 它是符合經濟驅動的趨勢 符合人性 每一個人都希望它的東西是唯一的 它不會跟別人大量重複 這客製化的東西 所以客製化 那也就是創意化 所以創意性的製造 在地製造 分散製造 極杖的製造的特性 以一生的3D電印就變成非常重要3D電印 所以全世界為什麼大家都希望能夠這樣做 最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全世界都在推動 那背後的目的就是政府希望 提供人民最有效的救援機 那包括從美國 包括德國的再工業化4.0等等 這些都是 那尤其現在韓國 它投入非常高的企圖心 它說要在2020年裡面 有1000萬個3D電印的使用者 你可以想像喔 韓國人口大概8000萬 所以1000萬大概就是他們的20% 每五個人要有一個3D電印的用者 所以他們企圖心是非常大 回顧20年前 在925年前 我們在做資訊數位化 對資訊化的時代 請問你 有誰會把你個人的資料打入電腦 變成0101 沒有人會願意這樣做啊 那我為什麼要用電腦 因為電腦提供一個可以編輯 快速編輯快速儲存 那誰電腦會普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印表機 因為我打入電腦的資訊 我可以透過印表機把它印出來 我編輯的資料可以印出來 我編輯一份 我可以利用印表機印100份 所以印表機提供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的資訊數位化之後 我可以deliver 我可以拿出來deliver給你 另外一個我可以把它detribution 我可以印100份 可以detribution 分散給很多人 所以印表機因為具有把資訊數位化 或是資訊化的deliver detribution的功能 才能夠讓產業資訊化走得通 那你再看現在 現在印表機大家都不買 為什麼 因為資訊deliver的事情被我們手機取代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手機了 我都不用印了 所以我要給你看的資料 我就直接寄給你 我detribution的功能被網路取代了 所以它最重要的兩個功能 就是deliver跟detribution 被行動裝置取代 被網路取代 所以印表機現在市場一直盪下來 所以印表機就提供資訊數位化裡面 普及化兩個功能 那它被其他所取代 所以毋庸置疑印表機提供了這樣 讓資訊化可以普及化的最初的目標 3D印表機呢 我們為什麼要用3D印表機 2D印表機是提供資訊化 deliver跟detribution的功能 3D印表機在這個產業裡面 或是在我剛剛講 在地製造 數位製造 分散製造 這樣的一個功能 或是自動化製造的功能裡面 是製造單元 但它誰消費者 不是生產製造者 我剛剛講過是製造 消費者為什麼要買 你可以想像 那我3D印表機是在提供什麼 我們認為3D印表機是在提供一個叫 數位創意輸出單元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 以前的小孩子是玩樂高 你小孩子他會把他送去那個安琴班 或創意激勵班 玩年土 玩樂高 現在小孩子一出生就開始玩平板電腦 所以叫做數位樂高 數位年土 所有的創意 它都經由數位化 一旦有數位創意之後 那就是一個數位創意的輸出單元 那就是3D印表機 也就是說我從小 小孩子的創意學習訓練 它已經不是實體環境 而是在電腦資訊環境裡面去做它 這個我們把它叫數位創意 那3D印表機就提供 沒有3D印表機之前 大家不會要去把我的創意數位化 就像當年沒有2D印表機 我為什麼要把資料打入電腦 因為我打入電腦就變成0101了 對我來講一點用處都沒有 但是因為有印表機所以我可以印出來 所以我願意花很久的時間 我再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我在米國74年畢業 我在76年退伍回來的時候找工作 我找工作那個時間點 我就已經買了一台電腦 然後我把我個人的自傳打入電腦 那時候使用的電腦的軟體 叫做PE2 那時候使用的中文叫做以添中文 那那個要編輯一個自傳 因為我們要找工作 董事要寄給自傳給人家 你說編輯一個自傳要花一個月 你很難想像 因為那個字要輸入中文碼很慢 以添中文很慢 要用PE2要編輯兩篇 編輯很漂亮 不要說漂亮 光是對齊這個動作就很難了 不像你現在用Word軟體 按一個按鍵它就自動對齊兩邊 按一個按鍵它就自動收牌 我們那時候叫一個碼一個碼算 算很久 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把我的履歷自傳打入電腦 我利用印表機印出來 我同學可能寫一個自傳半小時 寫完以後他就寄了 他可以寄10間 當我把它編輯完成以後 我只要把標頭換掉 那就寄給成大 寄給任何一家公司 所以他可以寄30間 我可以寄300間 那現在的3D印表機 跟現在的時代 就跟25年前 20年前的時代一樣 我們要建那個3D的數位創意的模型 那個軟體的使用操作度很困難 所以我要控制 我要把我的創意數位很難 但是沒有輸出裝置的時候 我根本不會去想這件事情 你現在要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 還知道這個工具不齊全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 比如未來五年 最夯的產業 3D印表其實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產業 就是建模產業 使用軟體把數位創意 或是創意數位化這樣的一個軟體環境 可能是最值錢 所以你如果要買股票 應該買這些股票 那這個是可以預期未來的產業 那就這個產業的發展歷程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Apple有一個專利 他就在做類似的工作 他在iPad上面畫一個圓 用手3點4點拉起來就是一個圓柱 拉到一個尖角就是一個腳椎 那這個就是在做創意 這個就在玩樂高 所以他就已經 你看Apple已經開始在布局 很容易的輸入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名詞叫快翼建模 或是快翼很快速的容易的建模型 或是很快速很容易的創意數位化軟體操作環境界面 那這個界面沒有成熟之前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像XYZ 他們就在建雲端 也就是說你不會建模沒有關係 你可以從上面找你想要的模型 這個模型可能是免費的 可能是要錢的要付一點點錢 你又把A加B 然後把它放上你自己的名字 那就可以變成一個模型可以輸出 那這個就在模仿嘛 所有創意的學習裡面都從模仿開始 然後模仿那就更改修正 所以像XYZ他們已經開始 或是全世界我們都看到 他們已經開始在建構這個叫快翼建模 或是創意數位化環境基礎建構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有沒有優勢 當然有優勢 因為我們在雲端 在整個方面有非常大的優勢 另外一個更大的優勢 我們有故宮 你看我們有多少數位典堂的資料 那些數位典堂的資料拿出來 把它做商品化 拿出來你可以想說 我把數位白菜當漏下來 然後寫上我自己的名字 然後送給誰 或是外國有人來 寫上我們的單位 然後把它送給外國人 很好很棒 代表我們國家 那當然這個就是牽涉到制裁權 那我們現在是座永金三 我們已經花國家花非常多錢 國家計畫去建數位典堂 那都已經達到那個地方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例 只要故宮 或是我們數位典堂資訊 可以把它全面化 商業化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廠商 假有佔了金三 數位內容的優勢 那我們在全世界 這一方面的優勢還是非常有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整個數位內容 包括我剛剛所講的 那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來講 再印證說 你看20年前我們有資訊系 高子裡面有資訊系 他說我中打120個字 可以找到很好的薪水 因為那時候打字速度很慢 軟體編譯很慢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難輸入 所以要有一個專業的人來講 來做 現在你中打200個字 也找不到工作 因為大家都會用 因為軟體很容易操作 我打的說不定還比血的還快 像我們的秘書 每一個都打的都比血還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趨勢 跟現在的趨勢 現在建模很慢 為什麼軟體不好使用 不popular 等到五年之後 軟體很普遍 基礎數位創意建模 或是環境軟體成熟 那時候就鎖到勤來 而且我們有數位典堂的資料 所以台灣在這方面 我們也很有優勢 那所以你看XYZ 他們請了或是合約 有300個工業設計師 來協助他的客戶建雲端資料庫 雲端庫讓使用者可以去上面 download不用錢或是要錢的 那就這個環境會建構起來 所以我看我們在這部分也是很有優勢 那當然未來競爭的對象可能是美國 因為他們在數位內容方面 他們在遊戲產業 或是3D動畫產業 他們有很好的基礎 當然我們台灣也不以來他們 我們有很好以前投資過 我覺得這部分還是很有優勢 那在台灣這一部分 我說在全球化的趨勢裡面 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優勢去推動這個 那如果我們來看台灣 現在比較投入這個產業 大概有三家上市規公司 我們講上市規公司規模比較大 那當然還有其他十幾家規模比較小 就是自行創業的 或者是規模比較小 那我們就先不談他 那三家上市規最大的 當然就是新金寶集團 那新金寶整個新寶集團營業額 大概八千多億 那新金寶大概三四千億 那用這樣大規模的經費 去投入3D列印的開發 那所以新金寶他們成立一個 叫XYZ Printer 那他們做在一年半裡面 投入大量的資源 那就做開發出大概四五種機器 不是機器本身 還結合雲端 所以他建議過整個一個完整的 3D列印的產業系統類 從使用者 他如何建模型 那如何有這個模型以後 或是說他不會建模型 從雲端 download這個模型 然後列印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整個的Bizmodel 他完整建過 所以他在很短時間裡面 像今年初 他大概成立 開始做大概一年半 所以今年初在CS秀 已經得到消費者首獎 那在我們的Competech秀 也得到精品獎 最近九月初 在德國的IFA IFA也得到最佳創新獎 所以他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馬上得到大獎 那這些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投入很大筆的資源 那他最主要的原因 他希望藉由以前他在做2D印表機 或是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優勢 然後轉來做3D列印 經營全球的品牌 他最主要打全球的品牌 那另外第二家公司 就是Microjet 就是原能科技 他也是做 以前做噴墨印表機的噴墨頭 所以他由噴墨頭這個地方出發 結合粉墨 然後噴黏濁劑把它黏起來 那這樣的方式 他也可以做彩色的 那彩色3D印表機之後 他的Vismodel 他希望由大陸去做發展 因為大陸的市場相對也比較大 因為大陸跟美國現在在增 增值這個龍頭寶座 所以大陸也投入非常多資源 所以他希望從大陸的市場線去打 因為他的規模 他的雖然是上市貴公司 但是他的規模沒有到幾千億 他可能幾十億的營業額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打全球市場 所以他從大陸的市場開始去打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一個Vismodel也在做 那另外一家是陽明光學 那陽明光學是做投影式的 那也是非常低價的 那你知道陽明光學的武功是中強光電 那他就是用投影機的方式 完全一模一樣的方式 那投影機 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投影機 都是中強光電做的 所以這種投影式的3D列印機 全世界我說沒有人可以做贏得了陽明光學 因為他的母公司 或是他本身就做投影式的晶片跟TI 一起合作非常久 而且他們掌握後援 掌握最先的設計製造技術 掌握光學晶片的製造技術 所以他急上製造技術一身 那他以前曾經做出自己一台機種 後來他就不自己打品牌 他走他OEM ODM的路 那他現在就是跟全世界對大的品牌商 去做OEM ODM 那他現在大概也是創機路 開了一條生產線的方式 來自動化生產3D列 所以這樣的東西品質可以確保 然後價錢可以下降 那這個就是3D列普及化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標準化 那這個東西才會下降 品質性格才會要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3家台灣上市櫃的公司 雖然3.1印表機是好像在做一個機械元件 但是3家都是電子產業的公司 那我們台灣以前最優的電子產業的公司 他有各種不同 以前可能做OEM ODM 那我們也看到這三家公司 有的還是持續做OEM ODM 有的希望能夠打品牌 從大陸來 有的希望能夠打品牌 從全球來 那所以有三家各自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你如果問我說現在誰會成功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廠商就是非常有活力在經營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所以我認為說台灣3D印表機 或是3D列印的產業 它的發展是毋庸之餘 學術界 那像我個人 我已經做這個研究做二十幾年 從1992年 甚至我在念博士的時候 就持續來做這個研究 那我們台科大也有一群老師 都在做3D列印都做了一二十年 那這個技術 實際上在台灣也非常有基礎 那因為當年我們在做的時候 台灣沒有這個產業 那現在台灣有這個產業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XYZ其中一台就是複合機 它是列印跟掃描複合機 所以像我們現在多功能伺服機裡面 不是列印掃描複合機 我們做的就是一個列印掃描複合機 他們做的 但是這個掃描的機器的元件 就是從台科大計轉過去 所以台科大或是前台灣的 學術研究能量 因為有產業起來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出海口 累積了一二十年的研發的東西在那邊 現在有產業了 那馬上就有一個出海口 我曾經在2002年的時候 我們做的投影機的基數 去美國加州跟3D System 那3D System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做這個 我2002年去跟他推薦說 你這個用雷射光點20個mini瓦 做的速度太慢 我們現在是用投影式 那個光源我們就800瓦 所以我做的速度是你的1000倍 那時候也不理我 因為他們專注的是一個原型機 比較高精度解析度的 他不是做3D鏈機 那因為台灣沒有這個產業 那有那時候大概2002年的時候 有一個廠商嘗試來要跟我們做技術移轉 但他對於這個產業的趨勢跟產業的承受度 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後來那個技術沒有成功 你看從2002年到2014年 現在3D System自己推出這種投影式 走了12年 才走到今天 所以學術研究永遠都是在產業前面 那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產業的技術缺口在哪裡 那我們提早就做很多研究 但是你要跟國外去談技術移轉相當難 而且我們技術在這裡 那我們很高興看到台灣有企業投入 而且都是電子產業 那他們看的規模都不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學術研究能量 就可以跟他很好的匯整 那我可以非常看好 未來產學合作的方式 就可以搭配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那另外我們現在也在跟XYZ新金寶談 我們現在模型大概也做出來 我們提出來的Solution一定比他們更好 我認為我們有這個信心 那不管是現在是美國主導 或是哪裡主導 那因為我們知道它技術缺口在哪裡 我們要提出來的想法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談技術合作 所以沒辦法告訴你 也許明年我們這個機器Announce之後 那你可以想像 那它是一個一定石破天經的一個Solution 以後你可能想像不到 你的3D印表機是不用錢的 我們可以把它做到幾乎是不用錢的 那說穿了就是買手機送印表機 那我們大概從這個地方 你大概可以思路我們在做的是哪一種方式 買手機送3D印表機不是夢 那可行 而且做得到 那未來我們如果台灣這個做出來 我相信全世界都會對我們台灣光幕相看 我們是非常有創新 因為我們掌握電子產品的優勢 結合3D印表機 不是像投影式的而已 那包括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有優勢 技術的缺口的部分 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在補足 那像工業院南分店 他們是專門focus在高功率雷射 那因為以前他們就做高功率雷射 做半導體雷射 然後做光纖雷射 那這個是我們在光電原件 我們台灣有非常有優勢 因為我們從半導體走到光電顯示 光電雷射 光電半導體 我們都有非常好的產業鏈 那這個是在關鍵零組件上面 那現在把這些關鍵零組件 整合到3D印 我們還是很有優勢 那當然在這個製程技術上面 我們可能比較落後於歐洲 像粉末類的 那光素質類的 比較高功率雷射高解析度的 我們大概也比不上美國的 但是在低價方面 或是比較量比較大的方面 或是跟電子產業 結合度比較高的方面 我們也很有優勢 所以我認為說台灣的學術研究 或是我們在做的領域 我們你說對 我們是錯失了那些機會 但是那些機會 我認為跟我們台灣的主流產業 或是我們全世界的產業分工 我們大概也很難 或是比較不容易 但是我們並沒有措施跟台灣電子產業 整合在3D列印的優勢 我認為這部沒有 金屬3D列印 現在的方法都用高能量的雷射器燒結 融化金屬粉末這部分 那全世界都往這個方向在走 也對也沒有錯 那所以工研已經有一些研發能量 那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就是德國的US跟英國的Renning Show 這兩個公司是非常有競爭力 那我認為我們在金屬3D列印 這一部分 我認為我們在關鍵零組間有競爭力 因為他用的雷射都是用光電半導體的雷射 所以我們在光電半導體雷射原本身 或是機台控制方面我們是有優勢 粉末方面我們現在科技部有投入幾個計畫 就在發展研發比較小的粉末 比較有特色的粉末 那我認為這一部分我們還是有優勢 當然人家已經站在前頭 我們要超越它的確是很難 另外一個大陸也是一個很強的競爭對手 因為大陸國家大 那這些金屬粉末的或是金屬的3D列印 用在航太是最多 因為它可以減輕重量30%到50% 所以在航太飛機上面他們有產業支撐 所以他們投入非常快 所以在製程方面我認為我們是比較辛苦 但在關鍵零組件上面我們是有優勢 所以每一個地方我們 那剛剛低價結合電子產業 我們是整個製程跟系統有優勢 那在金屬粉末3D列印這方面 我們可不是在系統方面有優勢 或是應用方面有優勢 我們可能在個別關鍵零組件上面有優勢 所以只要這部分結合我們台灣原油的光電半導體的優勢 那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現在3D印表機發展到現在 以後未來的3D印表機或是數位製造系統 真的就會這樣子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還是繼續才在發展 所以未來的金屬一定都是從高功力鐵射燒結融化金屬粉末嗎 因為這個會有熱效應 說它精度沒有辦法達到 那我們事實上在學校裡面 我們在發展更高精度 那不用這種我說傳統的方式去用熱的方式去做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非常高精度 那這一部分我們還在研發 那我覺得這一部分我們也是很有競爭 那這樣的創意想法 我認為就跟我們一二十年前跟3D System報告的一樣 就是說你現在你有技術缺口 我們也看到技術缺口 那我們學術界因為整合技術比較多 所以我們現在嘗試造 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是它有它達不到的特性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達到 那我們正在做研發 那等我們這個研發出來 如果真正成功的話 那我認為台灣還是在全世界 會扮演非常大的優勢 在應用產業面上面 包括台北醫學大學 包括前兩三個禮拜 中國醫藥大學 成立一個叫做3D列印醫療研究中心 所以在醫療跟3D列印結合方面 我認為我們是起步有點慢 但是一旦我們有自己的產業 一旦我們的產業有出來 然後一旦我們的應用馬上接上來 我覺得是還好 我覺得這部分 我們倒是沒有miss掉太多 最近我們在成立一個叫3D列印協會 我們3D列印協會 9月9號成立 也在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當初 今年初我們要辦一個國際研討會 所以我們就請了台灣的3D列印的廠商 學界一起來參與 然後大家一起來以後 那我們為什麼不成立一個協會呢 所以我們就從三月份開始籌備 然後也送內政部核定籌備 那9月9號正式成立 那3D列印協會成立以後 包括我們的常務理事 像元能 辛金堡 XYZ 像陽明光學 都是我們的常務理事 那包括我們最大的代理商 也是我們的常務理事 那我們理監事裡面 包括各種代理商 還有台灣的製造商 都在這個裡面 還有應用商 所以3D列印協會 那3D列印協會裡面 我們保留三席給學術界 那包括我也是理事 那後來當然被推選為理事長 那所以3D列印協會 它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 產學園的平台 像公園也在這個裡面 那還有包括政府 有一些政府的規劃的人 也在我們3D列印協會 所以我們3D列印協會 裡面的成員包括產官學園 那就變成一個平台 所以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就可以整合學術界的研發能量 還有產業的需求 那還有國際化 所以未來包括我們在國際標準的訂定 我們也會派 藉由3D列印協會 跟學術界合作 派人去訂定3D列印的標準 那這些標準 你這樣訂定以後 就符合我們台灣的優勢 那我們朝著這個方面 所以3D列印協會 成立就整合產學園平台 產官學園平台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 台灣做出來某一個產業 所以我看過這幾天 我來看過了 我的確定是有機會 我去過了 我來看過 我的確定是有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